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官方是用原室来宣传这次活动的话 很有可能除了小美的雪球大战外 再加上一个专门给原室的 虽然这个几率不大啦 我觉得小美雪球有竞技模式还比较有机会 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可能性 希望再多一个新模式 大家还希望有哪一支的新造型呢 我是希望能多一点精彩镜头 上一次的万神节有点少啊 接下来是关于PTR的英雄改动 这次改动的是慈悲 慈悲的复活加了个微buff 当你选择要复活你的队友时 突然发现 这不是在禁忌一直雷我的原室吗 而且这次也不遑多让的雷啊 你可以马上转身一个 我才不复活力咧 可以再选择另一个复活目标 不像现在复活后 就要定在那边的目标复活起来 你一定想问为什么取消复活后 复活的技能还会算下去呢 别担心这应该只是bug而已 我找过很多人的都是正常取消复活技能 所以真的别担心 应该只是因为我太帅了 当然除了可以选择其他目标复活 这个取消复活也比较可以保住慈悲的小命 要不然复活定住真的蛮可怜的 以上就是PTR的微改动啦 12月2号12月3号 也就是今天跟明天晚上8点 有举办僵尸生存赛 当然也有直播啦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来看看咯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 喜欢 留言 分享 去给更多朋友 想继续收看呢 可以点下午摔下来订阅 哈出我直播外员点赞 订阅 我是羽毛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 掰掰